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道题目 来理清一下线的概念 那我们来看第一题 依照下列的图形 写出相对应的记号 那我们来看底下有四个图形 那我们就要把这四个图形的 相对应的记号给写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它是一个线段 那端点只有到AB这里而已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剪辑成 线段AB 就代表从A出发到达B的这个线段 那第二个图形 它上面有CD两点 可是这个CD是在线的中间的这个部分 它左右两边还会无线延伸出去 因此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叫做直线 那直线的符号是双箭头 直线,抱歉不是AB 直线应该是 直线CD 因为它是经过CD这两点 然后向左右两边无线延伸 所以它是一个直线CD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那EF 那从E点这里出发 过去就没有了 因为它特别把这个 E点给标出来 过去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从E出发 往F方向无线延伸 因为它有穿过F 所以它是一个射线 那射线呢 就是一个单箭头 但是我们要从起点 往这个终点的方向一直无线延伸 射下去 所以它是射线EF 不能写成射线F1 因为射线F1的话 就是从F出发往E去的 画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 从F出发往E去的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题是射线EF 再来呢 第四题 这里有一个GH 那G点在这里中间 那H点它刚好是最后的一个点了 所以它是从H出发 往G过去 所以它也是一个射线 射线 从H出发往G过去 所以它就是射线HG 所以相信你应该可以 透过这四个意思 知道线段 你要写成像第一个 线段AB 那如果两边可以无线延伸的 就叫直线 那如果只有单一个方向的 那就叫射线 那射线要特别注意 它的起点跟终点到底在哪里 那是从起点 然后往那个 终点那个方向一直无线延伸下去 所以这个是射线EF 这是射线HG 好 那我们看第二题 依据下列的记号 简单画出相对应的图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画 这个直线CD 直线CD那很简单 就是一条直线无线延伸 那它同时经过C跟D 这两个点 它左右两边还可以无线延伸 所以它就是直线CD 再来第二题要画线段EF 那就不要怀疑了 就只有一段而已 那起点就是E 然后呢 中点就是F 有没有这延伸下去 没有 可以线段EF 再来第三个呢 要画射线AB 从A出发往B的方向上 无线延伸过去 所以咧 我们就要从A出发往B的方向 无线过去 所以就是射线AB 这里应该是不用画这个箭头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题 颠倒过来变射线BA 那就是从B出发往A的方向 无线延伸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假设我们B一样要写在这里 往另外一个方向 无线延伸 所以射线BA 由B出发往A的方向 无线延伸过去 这叫射线BA 像这样子 我们就大致上可以掌握 直线射线跟线段的基本概念了